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豫公子 在哪儿 恭喜公子 雪公子跟雪虫子把我留下来 是为了叫我赴雪三世 但是我没学会 公子无心高 应该很快可以雪辰的 公子无需担心 刚刚那些话 我从霍山回来的路上 就一直在心里念叨着 我有好多好多话 都想第一时间告诉你 但你没在门口等我 我想进去 我想看着你 当着你的面 告诉你我在护山发生的 没一件事情 但是 我现在退不开这扇门了 门上有锁 门上没有锁 但我心里有 要是在你那里 你愿意打开吗 但 IT是一件必须 一会儿 不及部分 jeg 我猜想 宫上爵应该是许了姨娘 送她出宫门 放她自由 母亲死了 父亲也死了 姨娘在宫门中 确实没什么可以留恋的 那你呢 安芸 宫上爵是不是也许了你某样东西 宫上爵给了你什么东西 你能告诉我吗 我能给你吗 你是不是跟姨娘一样 也想要自由 只要你想 我可以放你自由 自由两个字对我来说 太奢侈了 宫上爵 岳公子 在你心里 现在是不是已经认定我背叛你了 如果我说 请芷人他人再相信我一次 你会相信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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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相信我 你会相信我 把你相信我 我相信我 行为你 我相信我 平静 每次离别都是叹息 缘分在等刀锋落笔 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 像谜语没谜底 我用回忆风过来动 你到底要拿这个做什么 每一针都是你 做一朵破产心的云 你是不是跟一样一样 也想要自由 只要你想 我可以放你自由 放上 放上 你来做什么 然后 下人听到有摔东西的声音 都不敢贸然进来 怕惹怒地去公子 那你就敢来 我也害怕 但我知道公子再生气 所以屋子里也不能没有伺候的人 而且我知道公二先生看着下人 其实很温柔的 过来 把手伸出来 把手伸出来 薛公子怎么知道我画到手了 气味 在江湖走动多年 我对薛行为最为敏感 你为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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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还觉得温柔吗 一天小伤而愈 是指烈心 才就是他 才要说出来的 说出来就能不疼了吗 说出来 就能不要而愈吗 不能 但我小时候 每次摔破了膝盖 我母亲都会 一边 一边给我伤药 她说 浅浅要是疼的话 要告诉娘亲啊 每次我母亲跟我说这话 我觉得伤口好像没那么疼了 被人关心着难道不好吗 小孩的世界 和大人的世界不一样 江湖中 幸福和威望 可以拿来分享和转世 而痛苦和秘密 则不可告人 所以人们 常陪她这儿一起欢笑 却很少有人 可以陪着一起痛苦 很少 她不是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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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没有 她是有 好 那你 izi 芸小姐 没有芷公子的命令 不能进入 生病了 找大夫看病也不行吗 看病可以 芸姑娘请先回府 一会儿派大夫 前往您的住处 为您诊脉开药 稍后将药材送回宇宫 上官姑娘 公二先生把他令牌 给我了 让我来取药 是 把狮子放在医馆门口 你胆子真大 不放在明显的地方 我怕您不过来 烈火灼心 香取药取不到了吧 我倒是拿到了 可以分你一点 这么好心 那多谢了 别着急呀 姐姐 陪我走走 我真是轻身的 对 看来在血脉这件事上 路上就很难再有突破口 如果公子宇能够成功通过三观试炼 他的职任职位也就无可撼动 你表面配合 把那半张议案给我 却在暗地里和乌姬联合 让空上觉在长老院丢尽一面 同时也在空子宇面前 靠近了好感 姐姐还是厉害 各凭本事吧 这也叫各凭本事 也不怕牵连我 你逼我讨要一样去波宫 双军环境的时候 也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 你内力紊乱 暗月之音的捉烧不好说吧 我修炼的是极英之法 和捉烧之毒彼此对冲 再难受 也不过是内力紊乱而已 而你修炼的是质阳之法 连基本的内功运气都做不到 你应该比我难受得多 可是药材 现在在我手里 要么你乖乖听话配合我 要么 就慢慢地折磨吧 这些药材 不过是只能暂时压抑毒性 半月之期已到 还是得离开宫门 去找对劫人领取解药 否则 都是死 早死晚死而已 我一定会想到奔法出去的 你说这话自己相信吗 在贡尚觉眼皮子底下神婆 不好受吧 连尾巴都不敢露一下 不如你把药材给我 我替你去教话 我已经找到出宫门的办法了 你说什么 谢谢姐姐 可以把药材给我了吗 可以 但是药材不太够了 你反悔了 小桥人了 姐姐 我做事从来都不反悔 再和我去医馆一趟来 麻烦是为了 看我这记性 既忘了这些药材 还要多谢云姐姐提醒